主持政婚 认识舒婷小倩也好多年了 然后舒婷呢 一直是我的心理女士 然后她常常告诉我 林达 你值得更好的 结果 她今天找到最好的小倩了 而认识小倩呢 也好多年了 小倩从我认识她到现在 一直都是那么可爱 笑容那么有温暖 所以啊 两个这么棒的人 就应该在一起对不对 两个人要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尤其是同志 在感情的路上 是比其他人更辛苦 更需要被谅解 那么今天呢 非常感谢舒婷跟小倩的家人 能够来到现场 非常感谢杨爸爸 还有天上的杨妈妈 还有黄爸爸跟黄妈妈 还有其他的所有的兄弟姐妹 因为因为你们爱舒婷 爱小倩 所以呢 你们就给予他们更多的认同 跟支持 所以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真的很了不起 非常的感谢你们 然后 其实我非常的感动 那我也挺羡慕的 也许是上帝的 这个恩宠 让我们生在台湾 让我们长在台湾 三十几年来 所有的前辈 为了这件事情而努力 在去年同婚 也让舒婷跟小倩的誓言 见证在阳光之下 得到所有的祝福 对不对 对 所以真的 非常令我感动 那么 从今以后 舒婷 小倩 你们两个不再是一个人 而是彼此 从今天起 未来的日子 你们一定要每天都过得很好 而且 你们要把这得来不易的美好 走到最后 是的 让你们的美好生活 见证 爱就是爱 跟性别无关 祝福你们两位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小倩 去拿一下 证词 那个新郎还是主控 接下来呢 这一段 是一个非常感动 而且非常重要的时刻 他们在之前呢 写下了 对彼此的誓言 跟承诺 所以他们就要在此时此刻 来 念出这段誓言给对方 所以我们现在请小倩 拿出他们的誓言来 首先我们请小倩呢 来对舒婷 说出他的誓言 亲爱的书婷宝贝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彼此相遇了 回想起第一次遇见你时 居然是被你的背影给深深的吸引住了 而在于有缘分之下 一次次的认识当中 对我来说 你一直是我很崇拜的偶像呢 除了帅气的外形之下 更看见了你的智慧 凡图的内容 总是能够看到我的潜能 并且开发它 而也能够解开我 深残内心二十几年曾受过的伤 而不敢触碰的同志意义 感谢上帝 让我们有这缘分在一起 是被爱情得来福益 面对了家人与别人的评价的压力 需要多大的勇气与相信 才能走到了统治结婚这一条路 在这一条路上 一起经历了许多的崩崩峰雨雨 也在这过程当中 哭过了多少回 以及面对新的脆弱 而如今 我们都一起陪伴的路过了 和你交往的这段时间 谢谢宝贝 给我满满的爱 在我即兴的时候 你总是很温柔的疼爱我 在我最忙碌的时候照顾我 在我焦虑的时候陪伴着我 在我需要做改变 而给予耐心的开导 在我回想起 走向自己想要做的梦想时 给予很大的支持与打气 也因为遇见你 我才真正的活出我自己 并且爱自己 才明白什么是爱 真正的爱一个人 心会有独门的激动 会想要好好的理解 以及同理对方的心 并且一起做深度的沟通 沟通着彼此的价值观与想法 而你的开心 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了 会想要成为夫妻 是因为和你相处 跟自己相处一样的自在 甚至更多的陪伴和交流 让自己明白 你就是我这一生 真正想走一辈子的爱人 结婚对自己来说 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从现在起的每一刻 跟你度过的每一天 很珍惜我们的缘分 也很感谢上帝对我们的眷顾 更感谢我们家人的支持 接下来 我将会成为你的左右手 一起度过每个时刻 让我们一起迎接 未来的每一天 也请多多指教 舒婷宝贝 我爱你 大家有没有很感动 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舒婷 来对小倩说一些话 我亲爱的小倩 想到今天我们就要结婚了 其实内心还是感到不可思议 曾经呢 结婚这两个字 对我像是一种梦想 也是我努力成长的目标力量 但后来的人生经历 我已经觉得 结婚很像一个幻觉 我也怀疑过自己 真的可以幸福吗 会拥有被 对方家人介绍的幸福吗 我能够爱得自在 不用再隐藏吗 可是还好有遇到你 你对爱情的勇敢 跟阳光爽浪 加上温柔的勇心陪伴 我因为统治的身份 二十几年来 受到的遍体鳞伤 一点一滴在你的关心照顾下 逐渐的释放 你一点一滴的付出 让我渐渐感觉到 好像两个女生的相爱 可以不用这么难 好像我可以 不用再孤单 以为要装坚强 我好像可以很平凡 很普通就变幸福了 你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是 你是非常用心的 关心我的需要 平常动作大辣辣的你 早上起床 为了胖潮到容易行的我 你关门走路都会 特别的小声跟细心 然后在我不擅长的收纳的部分 你都会做得很好 而且不会因为你的动手 就抱怨我埋怨我 这些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也是会让我 非常感动的事情 跟你在一起 我可以自由自在的 表达我自己 我也可以很安心的相信你 也相信这份爱情 我也要特别感谢你 用心带了一整个家庭来爱我 你的真心 还有你家人对我的照顾 对我的好 我会用一辈子珍惜你 很爱你 照顾你来表达 我知道婚姻是因为我们相爱 而为的起点 婚姻却不可能只靠爱情来维系 走到终点 今天我是刻意穿上我爸爸的背心 这是要向我的爸爸学习 向我爸爸致敬 因为我要像我爸爸爱我妈妈一样 一辈子用心 专情 不离不弃 未来我会用尊重 赞美 互信 体谅 聆听去和你相处 也永远愿意敞开心跟你沟通 一起面对未来的喜悦和挑战 我知道婚姻的路很长 我们要一起努力 我也相信 因为有彼此 我们会有幸福的 谢谢你愿意嫁给我 我爱你 我现在呢 要请你们把这个信 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环节 非常非常感觉非常好 就是等一下麻烦你们帮他这个拿过来 我们收一下 接下来我们叫红酒情书 然后这个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希望呢 把这两封信呢 跟一瓶红酒放在一起 然后当他们两个 舒婷跟小倩 如果遇到不开心 或者是有争执 甚至于吵闹 我觉得奶对夫妻不会吵闹对吧 可是当他们遇到这些困难 或者是一些彼此观念上的沟通的时候 他们会拿出这瓶红酒 以及这封信 再一次的念给对方听 但是我个人认为 一瓶绝对不够 应该好几打才对 然后我们现在请君彦呢 把这个酒瓶呢 拿过来 然后呢 来打开它 然后请两位呢 放进去 然后把盖起来 然后你们两个拿一下胎罩好吗 要把他绑起来 你们两个一起绑吧 需要纸吗 这就象征着 他们永结同心 他们特别去找到了这个酒跟这个瓶子 代表这辈子都会心手相连在一起 好 没关系 美丽跟丑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希望他们打开的时间是 要照一张相 我希望 他们这辈子都不要打开来 什么时候打开呢 就是当他们坐在摇椅 慢慢聊 然后回味着这个 在一起几十年的人生的时候 拿出来品个酒 然后看这封信 这样子呢 就很完美了 对吧 对 好 再一张 我觉得这一刻真的很感动哦 大家可以再一次掌声跟他们祝福吗 真的祝福他们永结同心 永远不要打开这瓶红酒 好 接下来呢 又是一个更重要的环节了 我要 卫生 你哭了是吗 那个我要在这边小道消息一下 本来小倩说 我一定会哭得七月花 所以我要先讲誓言 而且说 舒婷好理性哦 结果我现在是倒过来 可是我们会觉得很生气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这个高潮了 就是呢 我们要交换戒指跟信物 我们请穿越呢 把戒指呢 拿给我们的小倩 然后呢 小艺呢 拿戒指呢 给我们的书题 现在 请双方 交换戒指 交换信物 代表着 我将这辈子 给了你 我将这辈子 都被你套住了 好了吗 对着镜头 好 好 来 花可以放冰冰冰冰 表示书题已经被套牢了 好 我们对镜头好吗 露出你们的 文件 这么重要的时刻 真的很棒 真的 大家的掌声越大声 喊叫声越大声